这位老人握住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老伴的手 随后又全身颤抖着俯过老伴的脸 他发现了一个恐怖的真相 这个女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妻子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带来一部高分韩国人性犯罪片 住在苏流大棚中的女主拥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每次遇到心结就会抽自己嘴巴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她一直在攒钱 希望能租下一栋公寓 与因偷窃被送接受管所 即将刑满释放的儿子住在一起 因儿子说不想和他住在一起 女主又开始抽自己嘴巴 狱警大哥被下了一机灵 女主照顾一对老夫妇赚取收入 他照顾得尽心尽力体恤入微 阿婆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犯病时会往女主脸上吐吐吗 还说女主想害死自己 阿婆是为作家 但如今也双目失明 无法再写作 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平日对女主十分客气 而女主的妈妈也有痴呆症 一直住在医院 几乎不会说话 女主了解到自己有心理疾病 因看不起心理医生 只能却护住小祖输解心结 组长大婶是个大马虎 一直叫做女孩纯男的名字 纯男对此十分介意 一对小情侣在大棚门口车阵 女主努力不去看 却又忍不住想看 情侣看到女主后吓了一大跳 骂女主变态 男人匆匆提上裤子 逃离了这里 躺在床上的女主白爪挠心 乱爬的重重 象征着女主心中躁动的欲望 第二天 女主给阿婆喂过饭后 二老给生活在国外的儿子 播通了视频电话 儿子一家至今都不知道 父亲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老父亲还在视频中 装出能看到的样子 也没被发现 阿婆却再次指着女主对儿子说 他想杀了我 这一幕令女主尴尬至极 女主借阿婆的车子去看房 他已经看了一年的房子 房产中介大婶都认识他了 这时阿婆的儿子打了电话 具体说了什么 剧情没有就带 大家猜也能猜到 阿婆不但眼睛看不见了 还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虽然是初级 但也将出现了健忘症状 回去的路上 女主越见了纯男 女主叫做了他的名字 纯男开心地上了出 小姑娘13岁时 被母亲抛弃给奶奶 而奶奶也在今年去世了 之前住在育幼园 现在搬到了写租老师家 老师表面上对纯男很好 却经常性心 这里有缺陷的纯男 晚上阿婆独得给老伴喂饭 老伴却再次犯病 打翻饭板 大喊地说 阿婆要毒死自己 深夜纯男给女主打了电话 原来纯男按女主所救 再次被老师性侵时 让他停下来 扬言要报警 结果遭到了老师的毒打 女主觉得纯男很可怜 见他带着大鹏赞助 见也纯男报警 并表示 纯男遇到事情时 可以随时来住 门室的密码是0530 这是儿子生日 但自己很快就会搬去 和儿子一起住了 女主觉得 两位老人憋在家里很难受 提出开车出去兜风 还让阿伯当司机 于是三年来到一个没人 也没车的停车场 女主负责指方向 阿伯负责开车 阿伯没想到 自己瞎了还能开车 开心得不得了 直呼自己相带飞 随后告诉女主 自己患了二子海默症 会渐渐失去记忆 打算和老伴一起住进疗养院 女主劝她别去 那里不适合 但阿伯心意一决 写作老师与女主 阿伯都认识 为了见女主 她唾异写了稿子 带给阿伯 还说自己很想女主 在车里迫不及待 开启了狂吻模式 这天 阿伯出门 去找老朋友喝酒酗旧 送走她后 女主开始给阿伯洗澡 清洁浴缸时 阿伯又出了风 好主女的脖子大叫的说 女主要杀自己全家 女主不小心推了她一把 没想到阿伯头朝后摔桌的地上 就这样直接领了盒饭 女主本想打电话报警 这时儿子却打了电话 说自己出狱后 想和妈妈一起住 这令女主转变了心意 为了能和儿子住在一起 她开始清理心肠 掩盖事故痕迹时 又开始自虐 每次遇到困境 她都会这样做 女主将阿伯的尸体裹进棉被 想进一步处理时 阿伯回来了 看得出 喝了不手酒的阿伯心情大好 今天一定和朋友玩得很开心 女主提前给阿伯发了短信 骗她说 自己带阿伯去了澡堂 阿伯不知道女主在家 向这边走来时 险些撞上老伯的尸体 好在最后还是没走过来 去打开了音响 女主将尸铁拖进房间后 对阿伯说 阿伯今天的早堂很开心 现在已经睡了 有点晚了 自己今天想睡在阿伯旁边 阿伯表示当然可以 如果觉得空间太小 也可以睡在二楼 说完这一切后 女主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所以 女主悄悄将尸体拖出 用车将尸体 再导自己住的大棚 想将尸体塞进衣柜时 纯男举的生日蛋糕出现了 女主吓得 打翻了蛋糕 原来今天是纯男的生日 他本想找女主一起庆祝 女主将纯男支进洗手间 趁这空灯 将尸体塞进衣柜 上了锁 随后将自己老妈接到了阿伯家 让他顶替阿婆 反正阿伯看不见 老妈一般也不说话 肯定能蒙欢过关 只是阿伯有点纳闷 老伴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不闹事了 为表示对女主的感谢 阿伯赶女主挥了一笔钱 让他租房用 纯男越来越依赖女主 表示自己受不了老师了 报警不管用 之前试过 警察却不相信自己 还说想和女主一起去新家住 女主说 你是个成年人了 得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如果实在受不了 就杀了他 这样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最后还问纯男 你说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吗 还是你自己的想象 纯男果然生气了 他最恨别人不信任自己 让女主去死 直言 衣柜的密码和门锁 一样是0530 为啥要锁 自己才不是小偷 然后愤然离去 阿伯打算在牵手间 结束自己的生命 蹲马桶的女主妈 却发出了声音 于是阿伯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让女主妈坐在沙发上 想握住老伴的手 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 却发现这只手 比老伴的手瘦了不少 再去摸脸 这脸也瘦了不少 这个人明显不是自己的老伴 吓得他联系了自己的医生朋友 喊他来家中确认 另一边 女主一直和老师保持着性关系 女主告诉他 这是咱俩最后一次 之后不要再联系了 阿伯对医生朋友说 自己刚刚摸了 家里住的不是自己老伴 医生听后笑了 你有三十年没摸你老伴的手了吧 老伴被换了人 这事电影里才会发生 医生想看看阿伯 这事女主回来了 这情景 吓得女主直接扔掉了手军的水果 扑过来扶着老妈 进了洗手间 谎称带阿姨去洗澡 却只是在假装放水 虽然医生没看清阿伯的脸 但还是告诉阿伯 那就是你老伴 毕竟大患活人的事 根本不可能发生 阿伯也觉得 肯定是自己病症的影响 将医生打发了回去 女主担心医生发现换了人 追过去试探 确定医生没发现才放了心 再次去参加互助小祖师 一位大叔说 他受不了自己哥哥 每天都生活在地狱之中 纯男听后竟然说 你可以偷偷杀了你哥 再把他藏起来 还打算告对他藏尸的方法 好在这时被组长大婶打断了 纯男不会是发现了 柜子里的尸体吧 结束后 女主慌忙追上去问他 你刚才说的那话啥情况 纯男说 那个大叔太可怜了 坏人是他哥 为什么受罪的是他 不是你教的我 没办法的话可以杀了他的吗 看来纯男并没打开衣柜 一颗石头落了地 在卡阿伯 他打算与老伴一起供服黄泉 掐住了女主妈的脖子 女主妈被吓到 不停说的 不要 我好害怕 阿伯蒙了 这不是老伴的声音呢 但最后还是认为 这受自己痴呆症的影响 再次掐住了女主妈的脖子 完事后 自己也踩到了筒上 另一边 老师又想侵犯纯男 好在被一通电话打断 趁他出去接电话时 纯男再次想起了女主的话 提前翻出准备好的小刀 老师回到处理后 纯男朝他捅了过去 另一边 女主也将行李搬到了新家 一脸开心地期待着 和儿子一起居住的幸福时光 这事 想想都美得慌 却不知 儿子小俊 也提前一天出了狱 打算与胡棚沟友 找地方一起去喝酒 小俊将朋友 带到了女主的大棚 进来后 小俊看到了衣柜上的锁 还以为里边装着什么好东西 经过几次实验 成功说出自己生日 打开了锁 人儿这时 女主回来了 几人连忙藏到了后头 女主拎着汽油走了进来 一心想烧掉最近的她 甚至没看到桌上残留的纸杯 直接在各处撒上汽油 一把火烧走了这里 却不知 儿子也在大棚里 苏刘大棚是由仙人导演 李水希之者的悬疑片 本片斩获釜山电影节 30多项提名 饰演女主的金瑞亨 凭借此片 荣获第32届辅着电影奖 最佳女主角 夺得影后桂冠 影片抛出了很多议题 失去行动能力 老年人的生活 现代人的心理压力 与精神问题 还有青少年犯罪 包括女主在内 片中每位角色 几乎都有精神疾病 或心理问题 此外 导演高明之处在于 在多处剧情结尾 采用留白 没有改出具体结果 用这种方式 引起关注的思考 也延伸遐想 例如 当老夫妻儿子 在视频电话中 听到母亲说 女主想杀死自己后 之后给女主打句电话 在电话中 和女主说了什么 纯男用刀送老师盒翻的画面 只赶了一瞬间 他真的杀了老师吗 还有影片结尾 最大的悬念 阿卷在大棚中 被烧死了吗 本篇细节很多 女主之前 对两位老人 照顾的细致入围 甚至比对家人 照顾的还好 即使阿伯看不见 阿婆有精神问题 没有任何人的监督 她仍然尽心尽力 努力做得最好 对老人尽之尽作 却在尸首战刃后 选择了掩盖真相 此次的转变 与之间对两位老人的 吸心咒溜 形成强烈反差 说明人性的复杂 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 最后却发现 自己的行为 间接导致了母亲 与儿子死亡 当他知道这一切后 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部电影 每位角色的语言都很少 却字字珠奇 几乎每句话 都有深刻的用意 值得去刷原片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不甘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动作小手 尝个点赞鼓励 萧宇哥 你们的鼓励 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怎么也不巧 这是这里 我们的鼓励 销励 感谢观看